远处的山脉 近处的宫殿都是纯白色的 在六角形的雪花飘落的最后一天 就是燕国最盛大的节日 让我们一起受灌溉 让我们一起成长 让我们两个阴气承受 恶劣的天气 这风吹雨打将会更加浙灶 属于你的 要好好珍惜 一定要把握好自己的命运 不要让脸还延续下去 因为不是故意的 你回来啊 我要听父王亲口告诉我 就是要听啊 唱啊 唱啊 本小姐现在突然觉得 跳紧的这个死法死的不够壮烈 所以我现在会去想一个更壮烈的死法 改天再死 好好爱我 你跟我一起努力 生一堆胖娃娃 这 这是抱歉 我先走了 不行了 心脏要跳出来了 我叫做龙光飘 是个铁针针针的男子汉 谁再敢说我是女孩子 我就把她打成仑价 杀了个孽 我会把你放在我的心里 这样就好了 真的 真的 我会永远把你藏在心里面 她的娘亲 很可爱 很可爱的 很可爱的 而且 她很爱 很可爱 很可爱 很可爱的 那我就旁边看着你们吃吧 这 教官 啊 啊 啊 说不出口 我 我憧憬的人 竟然是那个堂上教官 而且我还和他本人说什么王子殿下的 我看六哥也不想着什么保卫大宋 六哥想做一个自由自在快活的人 用打仗 没有放不下的责任 逍遥自在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 公子太悲观了 但我觉得好人一定有好报 各位琴迷大家好 我是黄怡琴 我在《秦时明月》这个动画片里我配高月 马上就要过年了 在这里我祝大家身体健康 心想事成 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《秦时明月》 谢谢大家